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現場台南的鄉親 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我們早上要在台南市掃街拜票 從昨天開始 我們就開始了一個最後階段的充斥行動 尤其是昨天我們從屏東到高雄到台南 每天我們感覺每走一里路 我們距離總統府距離勝利更進一步 我們也希望在1月14日可以挑戰成功 而且我們也信心我們一定會成功 在我們勝選之後 我們最重要的責任就是穩定國內的政局 穩定台灣的經濟 還有穩定兩岸的關係 因此我們在勝選之後 我們將立即準備我們的新政府 而我們將以賢上市的民主 跟大聯合政府的精神 來開始籌組我們未來的執政團隊 我們在籌組我們未來執政團隊的時候 我們將不分黨派 我們會把全台灣最優秀的人才都找來 組成一個團隊來替台灣進行改造的工程 來替人民來服務 那麼在這個過渡期間 我們也會和新的國會來合作 我們會和新的國會議長 新的各黨的黨團來進行溝通討論 對於我們重大的議題 還有將要開始年度的預算 我們都會有一個重新討論檢討的機會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種協商式的民主 我們可以有朝野良心的溝通 也有政黨之間合作的機會 那麼這是我們在下一個階段 對台灣跟台灣人民的一個重要責任 也就是要讓我們政局穩定 讓我們的新的政治文化 是一種協商包容理解合作的關係 那麼也非常期待 我們1月14號的勝選 勝選之後 台灣將有一個全新的開始 有一個全新的政治的文化 跟一個穩定跟安定的幸福生活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請請問現場的媒體朋友 大家有什麼問題 好 安靜 你請問一下 那你表示要處處這個大聯合政府 是不是代表未來你的行政院長 可能不一定是民進黨籍的 那如果在不一定是民進黨籍的情況之下 大家會找到這個唐飛的模式 但那時候大家認定還會覺得是失敗的 那就是這樣 我想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將來我們的這個行政院長 不一定是要民進黨籍 但是我們現在所設想的將來的團隊 並不是只是一個行政院長的問題 我們講的是一個整體的國家的治理團隊 而且是一個新的治理模式 也就是一個協商式的民主的治理模式 跟一個大聯合政府的組成的構想 那麼這些是一個比較全面性 而且是比較制度性的一個想法 那它不是一個只是專對行政院長的人選的一種做法 那我們也必須要很坦白的講 在2000年我們是第一次執政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我們的經驗是有些不足 而台灣的社會也還沒有有那個心理的準備 有一個更好的一個政黨跟朝野之間的合作 那麼經過了12年的這種政黨的對抗跟政治的對立 我相信台灣的人民在今天一定都希望 也非常的期待 將來的政府能夠展現包容 展現團結 讓我們的社會也能夠更和諧 而在政府的組成跟治理的模式上 更能採取一種包容 理解 合作的態度 好 謝謝 還有其他問題嗎 好 比 今天大家公訪早見之後 注意到你的左手是不是有手上 是被民眾拉上一次給大家擺平 大家會有手上嗎 我的左手還好啊 我的左右手都還好 我們民眾是滿熱情的 那有時候當然是有一些刮傷 不過這個都不礙事 這個也一定程度顯現出來民眾的熱情 不過有些民眾也注意到如果用力的拉 或者是用力的扯 我很可能會受傷 所以他們有時候會這樣說摸一下就好 摸一下就好 所以我們也非常的感謝他們的這種細心 那麼摸一下就好 就不表示他們不熱情 是表示他們的體貼 所以我也非常的感謝 謝謝 好 我們再看看最後一個問題 主席請教 主席請教一下今天國民黨要在台北 全民贊出來的大遊行 對 那今天我們民進黨一年兩天呢 其實也在報紙廣告看到了 是這個訴求就是說 國民黨要賣大遊行 可是人民其實生活並不好 那其實最新的舉債數次呢 人民就是光一個月就增加了7千塊錢 你怎麼看這樣子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國家的債務是在快速的累積 是沒有錯 但是如果這個累積 對國家的未來是有幫助的 或許我們還可以能夠去忍受 但是我們看到這三四年來 國家真的花了很多錢 債務也快速的在累積 但是我們看不到這花出去的錢 有它的效益 對未來也沒有一個幫助 所以簡單的講 過去的三四年很多的錢是被浪費掉了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在1月14號以後 我們新的國會產生 我們能夠跟新的國會再來 重新檢討這整個預算 那麼希望我們的預算 能夠更針對人民的需求 更講求效益的使用 那麼我們也會刪除這些浪費 或者是沒有急迫性的預算 謝謝 好 謝謝各位 今天有時間的關係 我們記者會就到這個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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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